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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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思考每一条问题。当你在圣经当中找到答案之后呢? 你又按下播放的按钮。 那好了,我们查考圣经开始啦! 现在先读经文 《列王纪相》2章1-6节26-34节 主题是《神公义的祝福宇宙座》 大位的死期临近了 就祝福他儿子所罗门说 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 所以你当刚强作大丈夫 遵守姚华你神所吩咐的 照着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 紧守他的律例、戒命、典章、法道 这样你无论做什么事 不去往何处去 尽都亨通 要说必成就向我所应许的话说 你的子孙若謹慎自己的行为 尽心尽意 成成实实地行在我面前 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你知道洗路亚的儿子弱压 向我所行的就是杀了以色列的两个元帅 尼尔的儿子压尼尔和益帖的儿子阿玛撒 他在太平之时留这二人的血 如在真战之时一样 将这血染了腰间 粗的大子和脚上穿的蟹 所以你要照你的智慧行 不容他白头安然下阴间 王对祭司阿比阿他说 你回阿纳德斯 归自己的田地去吧 你本事该死的 但因你在我父亲大位面前 抬过主耶和华的弱鬼 又与我父亲同受一切苦难 所以我今日不将你杀死 所罗门就隔除阿比阿他 不许他作耶和华的祭司 这样便应验耶和华在斯罗论以利家所说的话 若压虽然没有归从压沙龙 却归从了阿多尼雅 他听见这风声 就逃到耶和华的帐幕 抓住祭坛的果 有人告诉所罗门王说 若压逃到耶和华的帐幕 现今在祭坛的旁边 所罗门就猜遣耶和耶带的儿子彼拿雅 说你去将他杀死 彼拿雅来到耶和的帐幕 对若压说 王吩咐说 你出来吧 他说我不出去 我要死在这里 彼拿雅 就去回复王说 若压如此如此回答我 王说 你可以照着他的话行 杀死他 将他埋葬 好叫若压留无辜人血的罪 不归我和我的附加了 耶和华必使若压留人血的罪归到他自己的头上 因为他用刀杀了两个给他又异又好的人 就是以色列元帅尼尔的儿子压尼尔和由大元帅益帖的儿子阿玛撒 我父亲大卫却不知道 故此 留这二人血的罪彼归到若压和他后裔的头上 直到永远 唯有大卫和他的后裔并他的家和国 必从耶和华那里得平安直到永远 于是耶和耶带的儿子被拿雅上去 将若压杀死 葬在旷野若压自己的坟墓里 问题一 根据第一至第四节的经文 大卫在临终时劝戒而指 所罗门王首要的事是什么 使自己往何处去尽都亢通和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呢? 答案 根据第一至第四节的经文 大卫在临终时劝戒而指所罗门王首要的事 是遵守耶和神所吩咐的 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行主的道 他无论往何处去尽都亢通 并教导子孙尽心尽意诚实行在主面前 这样就不断人坐以色列的国位 问题二 这些信仰的论述是根据什么来确立的呢? 提示 摩西律法 神应许大卫 答案 大卫这些信仰的论述是根据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至二十节 及撒母义记下七章十二至十六节 生命记十七章十八至二十节 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祭司利美人面前的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存在他那里 要平身中毒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所以透过这段经文 我们就知道大卫 我们就知道大卫 劝戒他的儿子所罗门作王 要遵行神的话 背后有圣经的真理理念 在生命记 这里就提醒 以色列作王的 就要为自己抄死一本律法书 好叫他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神的提醒 学习敬畏神 并且在所有众兄弟面前 没有因为心高气傲而离开了神 另外在撒母义记下七章十二至十六节 你受数满足 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 我必使你的后裔接触你的位 也必坚定他的国 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余 我必坚定他的国位 直到永远 我要作他的父 他要作我的子 他若犯了罪 我必用人的杖扎打他 用人的鞭扎打他 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 将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 你的家和你的国 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 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 透过这段经文 大卫里头对所罗门的血面 是源于神已经先向大卫有了一个宝贵的应许 就是答应他 他的宝座跟着他的后代 能够继续去坐在其中直到永远 只要他们在神的面前受管教 那这段经文最宝贵的就是 这个宝座有人可以直至坐到直到永远的 其实这里就已经预言了 将来有一个出于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坐这个宝座直到永远的 问题三 这些信仰的论述 何解对所罗门王如此重要呢? 答案 从这些论述中 显出作一国之首的 先要学习以神的道 约束自己 免得甚高气傲 欺压百姓 获利弃神 而至朝就祖 回应经文 在马尔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至四十五节 耶稣叫他们来对他们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 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 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 你们中间谁愿为大 就必作你们的用人 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 就必作众人的伯人 因为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 并且要写命作多人的属家 透过这段经文 就将天国里面为大的 和在地上人看为有权力为大的分野了 当然神将权并赐给跌国的元首 固然他们可以善用神给他的权并 但透过刚才所罗门的经文所论述的 或者希雅八成 我们在尽心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基督愿意属神的人 去追求天国里面的遗大 何为天国里面为大的呢? 就好像主耶稣一样 他从天降下福事众人 说要叫人能够听到他所传天国的福音 甚至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作多人的属家 这一个就是天国里面为大的榜样了 因此在神家里面的人 他们都效法耶稣基督 他们不是追求地上那个为大的特点 能够有权并去管束人 反而效法主在越高位的时候 就越有主耶稣的生命的谦卑特点 能够在种种的情况下 仍然有谦卑的生命去服侍周围身边的弟兄姊妹 及其他人 所以希望藉着这段经文 有一个更高层次属灵的回应 于我们有权并的时候 让神的话语弱自己 同时 当我们越有更高权并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渴望的是 天国里面为大为首的特点 有主谦卑的生命 服侍周围的人 今天查考圣经 《列王纪相》第二章一至六节 及二十六至三十四节 的第一节就到这里了 愿神亲自用祂的话语保守大家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